大家好,这期车车闲边啊 说这个有一个长得特别像习近平的这么一个人 本来他人呢是杭州人 平时呢是开这个出自车司机 也不是出自车司机吧 自己有车,日子过得还不错的啊 有房有车的 靠这个开这个滴滴打车也谋生 日子过得不错的啊 老早之前吧 是什么时候 反正是我已经坐油管了 大概两三年前 他出去晚上吃夜宵 有几个人呢嘲笑他 说你怎么长得这么像习主席啊 那个时候习主席还不是一个那个什么啊 还没有年人 还没有现在的这么八面威风 威风凛凛啊 没有 还是认为呢 再过两年就滚蛋的啊 就下台的就这么一人 所以呢很多人都不喜欢习近平嘛 是不是就嘲笑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呢也不喜欢习近平 然后呢双方就是 就是你他妈你们全家人都像习近平 凭什么说我像习近平呢 是不是你们全家都是包子狄 都是狗 那个时候不叫包子狄啊 叫狗狐狸包子 是不是 然后双方就打起来了 把这个哥们的鼻梁给打歪了 是不是 说这个鼻梁打歪了以后 后来就好了 但是有很奇怪的效果 一打歪了以后 就更像习近平 以前这个没有歪的时候 你只是隐隐约约 有点像 现在又鼻子一歪 脸一歪 又更像习近平 所以呢 就留下了一个精彩的这么一个段子 没想到这两天这些哥们就出事了 啊在亚拥会期间这个这个哥们又被打了 说是晚上的开出租车啊 上来四个壮汉是不是 四个壮汉坐他的车去干嘛去也不知道 一看这哥们怎么是习习习给我们开车啊 然后就离言无语语的 完了以后呢 就是一堆人呢就在那里就狂笑 搞得他忍不住了 他说你们在我的这个车子里面不要说这些个民管的话好吗 习主席现在是当朝的这个皇上 我的车里面有监听的 你到时候你们屁股一拍走人呢 我就麻烦了 不能说这些话 再说我怎么像习主席的 你为什么要老说我这些话呢 然后就双方就吵起来了 是不是 说着说着 这哥们就决定不拉他们了 说我吃不久 我惹不久 我躲得起 你们下去 我不拉你们了 这四个状态呢 就把这个哥们拿下来 就一顿暴打 是不是 说我们打的就是你习近平 你能把我怎么滴 是不是 这个消息呢 又传出来了 在杭州传的有鼻子有眼的 传出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呢 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几个 平时的一个打群架的 这么一个事件 是不是 也没多大个事 也就是把这个哥们 就是把他放倒在地上 踹他两脚就走了 结果传到我们的这个耳朵里面 就变成了习近平的替身 在雅英会期间又被打了 十几个群中殴打他是吧 理由呢 是他胆敢冒充习主席 你他妈的找死吧 我们现在习主席 是不是人类社会的救星 是不是人类社会的思想 北京是人类思想的首都 习主席是人类社会的指动名单 是不是 开玩笑啊 你还敢冒充习主席 就你啊 就你也配长得像习主席 不揍你揍谁呀 是不是 有各种传啊 各种传 然后呢 这哥们就说 不是我长得像习主席 是我是习主席的替身 就这么一说法 然后呢 有人就说说习主席啊 在中国啊 大概有五到十个替身 之前我们所传的那些个 都是一个扯的事情 说习主席他们的这个医疗团队 通过很好的这么DNA的手术 DNA的措施 不是DNA啊 叫什么 克隆 然后克隆 这个习主席 瞎扯 那是不可能的啊 不可能的 但是的的确确确有这么五到十个人 就是跟习主席长得挂像 拧的像 完了以后呢 气质呢 一看就没有文化 也像 关键是身材像 身材像 都长得像头猪 是吧 完了以后呢 就就就就就 你们一走漏起来 就是不知道是前进的 还是后退的啊 六生无主的样子 傻不垃圾的样子 就这样 长得像 平时呢 是没人管他的啊 一旦有什么事 会把他们叫过来 完了以后 他主要是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不是让他表演习主席 而是让那些个可能出现的这个什么枪手 是吧 可能出现的这个暗杀团队 可能出现的什么呢 狙击手 是不是 你 因为狙击手 你是通过那个 那个 狙击步枪的准心在瞄准吗 是那么大老远的 他也只能看到 看到一个大害 你完全像是不可能的 是不是 但是你大概去像就可以了嘛 是不是 你放第一枪 如果你放错了 把一个替身打死了 那真正的习近平就赶紧就被人保护起来的 就没事嘛 是不是 说当时说日本的这个什么安倍晋三 他们这些人就没有这样的替身 你想想 如果安倍晋三的话 有替身的话 他怎么可能被暗杀呢 是不是 如果有个替身长得像安倍晋三 一晃 结果一枪一放出去 对象放错了 把替身给放了 但是日本不能搞这个事情的 中国可以搞这个事情 是不是 因为你这些替身也是猪狗侮辱的命 人家是狗屋里包子 你是狗屋里什么 狗屋里瘸子 啥都不是 是不是 有五到十个人 长得跟习主席有点挂像的 关键时候会把它调过去 你过来过来扮演一下习主席 在什么地方出现 干什么干什么 叫转移视线 平时是没工资的 但是把它收拾过去以后 弄过去以后 给他化化妆 穿一套这个 某人一样的西装 是吧 模仿习主席走走路 稍稍训练一下 就可以送上用场了 就可以送上战场了 就可以提习主席背枪子了 的确有这样的人 而且不止一个人 好多个城市 重点城市都有 杭州肯定是有的 就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这个谣言圈子 就说你长得像谁 你也不能像习主席 是不是 你也没给你几个钱 倒是你把命给搭进去了 但是有一句说一句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习主席的提升 因为长得像习主席 就死于非命 没有的事情 所以对中国人来讲 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是不是 然后把自己打扮得像习主席 出现在人群里面那种滋味 真是祖父的冒烟 那我们都知道 毛泽东死了以后 好多人冒充毛泽东 是不是 男的女的 有男的冒充毛泽东就算了啊 还有女的冒充毛泽东 还冒充的挺像 这个就是什么 哪个地方 湖北黄石那个地方 有一女的 长得真像毛泽东 毛泽东本来就男人女像嘛 毛泽东年轻的时候长得是有点像模的啊 这个应该喊这个毛阿姨或者毛大妈啊 你不能光喊我是苏大妈苏大阿姨啊 男人女像 所以女的背着一个小手 完了以后呢 走着毛泽东的那种土月步 每次就是搞婚庆啊 或者是丧事啊 有人就请他过去表演一下 走个台 给他一点钱 一两百的 也挺舒服的 那我们都知道 很多这个中国的演员 都是冒充毛泽东 饰演毛泽东 最后是这个功臣名就的啊 什么古月啊 什么王王什么 就叫唐国强啊 唐国强是不是 就是唐国强 你看他长得就不像毛泽东 但是你把它收拾一下打扮一下 哎 神思是吧 行呢 不是完全思 但是呢神思 所以 所以不见得你非得完全长得像习近平 你长得有点像就像哪 对吧 但是长得像谁都不能像习近平 为什么呢 这里面有一智慧 小智慧啊 就是那些一个模仿毛泽东的人 都是毛泽东死后模仿的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 可没有人敢模仿毛泽东 那是真没有 毛泽东死后才有乌样乌样的各路广 不但是不是 模仿毛泽东 毛泽东活着的时候真没有人 那习近平你还活着呀 不想的 你长得像谁都不能长得像习近平 就你也配长得像习近平 为什么呢 你如果是习近平的团队 习近平的太监 习近平的安保团队用你的话 你是背枪子的 说不定哪一天有人暗杀习近平 没成功把你给杀了 你何必呢是不是不要搞这些事情了 对于你的普通老百姓而言 你他妈的就你也配长得像习近平 就你以为你是赵家人是不是 然后呢说他什么呢 冒充习主席 他没冒充他就是长得跟习主席有点像 知道吧 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就因为你长得像习主席 我揍的就是你 我嘴巴不说 我把你打了一通再说 我踢你两脚 我扇你几个耳光 是不是 让你肿得像个狗屋里包子 我心里舒服 因为我恨习近平和他牙痒 但是真正的习近平 我没法靠近 我先揍你两下 是不是 我一饮一下 我爽一下 就像现在中国有个游戏 说有些个女人特别反对男人家暴 但是他打男人又打不过 打丈夫打不过 然后他们就花点钱 就买了一个这个什么 拳机场用的那个假人 就放在家里一男的 没事就对着个男的 那个假人就一同狂揍 揍得他鼻心脸肿 爽啊 是不是 所以啊 今天的格言就是 长得像谁也不能像习近平 是吧 因为你 你如果是习近平的团队 认为你长得像他 他用你 你会死悄悄 你如果是老百姓 看见你长得像习近平 他气不分 他要揍你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 是不是 还有一种人呢 就是什么呢 就你他们的凭什么 就你那个叫做什么 命中只有八国民 你那副苦哈哈的样子 你还长得像习近平 你习主席多么高大上 你算哪个宗啊 说杭州这边的习近平的这个人的确有的时候是习近平的替身 他已经跟习近平能提升好几年了 好多年了 这回又被打了 是不是 他现场呢 哭咧喊凉的 别打我 别打我 不是习近平 我只是习近平那个替身 我这会儿也不是 我只是长得像他而已 结果呢 那帮人也不听 最后就 报警呗 就警察出动了 这个 才把他给救出去 救出去 警察看着他打得鼻子 年中的 哈哈大笑 觉得也是人间一景 吃个鲜片 谢谢